水瓶座的爱像什么 像风筝 不能一直拿在手上 得放飞 但现要在爱人手里 水瓶是撞了南墙不回头 见了黄河不死 心表面高 却会爱到卑微的固执鬼 爱就像一场任性的暴风雨 挺不住 你就粉身碎骨 挺过去了 就是风和日丽 水瓶座如果爱着 再伤一个人 浑身没有安全感 只有逃离 情感不受控又非常痴迷 反反复复 像一个矛盾体 水瓶座的爱就像沙子 不能抓得太紧 像深海 不是谁都能明白 内心的丰富和起伏 也像长辈和执心打击 懂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刀子嘴 豆腐心 水瓶座的爱 像坐摩天轮 相处得越久 愿能发现美好的风景 像天气 忽冷忽热 有惊喜阳光 也有惊吓风雨 水瓶座的爱其实很自我 相处起来可以是情人 是朋友 是家人 但终于自己 不会迷失 死无处不在 也感觉从未拥有 水瓶座想要遇见同类 很要面子 也很玻璃心 不太愿意把爱弹弄出来 但水瓶座的爱是执念 是一眼万年 忘不掉 水瓶座的爱像毒 一项解药 像奇异博士 预测到了未来 也不会输 当水瓶爱你 会让你感受到 世上毫无保留的热情 爱到可以把命都给你 而一旦你让他失望 发现背叛 水瓶也将变成 最冷漠的人 绝情的 连影子你都找不到 对你心怀 对自己 更狠 水瓶座绝不将就 爱如星辰大海 一定是银河系里 独一无二的绝品 当水瓶爱你 就像最后一块藏了很久 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蛋糕 爱你 会毫不犹豫地给你 你不珍惜 水瓶也能当里面 一脚踩碎 就当从来没有 宁可粉碎 也不纠缠 水瓶 注定是孤独的 첫orf 水瓶 教授 无法 希腊 松 味 写 记 姜